哈囉大家好 我是達菲 歡迎回來我的頻道 今天我們又看到雙面孔了 再次看到莉莉 又是我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上一集 因為我們這個啊 它是有一點算是連貫性的嘛 就是第一集是先講受訓的東西 所以大家我覺得先去看了受訓的東西之後 再來看我們今天這一集 可能會比較有一個銜接感 所以就是我會把我們第一集的部分 先放在上面的資訊卡 大家還沒有看第一集的可以先去看 大家一定會想說 欸為什麼我是莉莉被換的人 沒辦法 我們沒辦法換人 看到我不好嗎 因為我們是一天排三集 大家知道空腹圓的時間很難喬 然後本來想說 欸現在都沒有班可以飛了嗎 應該可能很好喬 不對 因為大家都在隔離 我下次隔離了14天 現在第15天 所以才可以出來 對 因為每次一回來就要隔離14天 就反而比之前還有在上班的時候更難約 對 所以沒辦法 大家只有他 沒得選了 對 今天我們要討論的是什麼呢 空腹圓的優點 還有缺點 對 我覺得缺點很重要 不能只是講優點 不然大家都會覺得 空腹圓過得太爽了 其實沒有 大家這種對於組員真的有很多誤解 就是不知道是羨慕還是嫉妒 尤其我覺得那種婆婆媽媽 其實我覺得是羨慕居多欸 不是嫉妒嗎 因為有些婆婆媽媽就會 唉唷 薪水很高捏 喔 飛機場的時候遇到帥哥齁 喔 更像我們家你有去考喔 你看他啦 那個 Everyday又考不上啦 我們不要把人想這麼壞 好 莉莉很善良 所以就是大家其實大部分看到 我們要組員光鮮亮麗的生活 是因為我們很多人都會 報喜不報憂啊 沒有人每次會在IG上 就一直說 唉 我好可憐喔 我好辛苦喔 辛苦都在背後 對啊 而且因為就是 我們組員那種光鮮亮麗的生活 就是消費者就愛看嘛 然後你也知道現在很多IG的網媒 他們就是會靠這種 自己是空腹圓的身份 然後可能到處打卡 大家就會很羨慕這種生活 然後來追蹤他 然後他追蹤人數多 然後廠商就會找他做代言 他就有很多業配文可以寫 我覺得再講一個更直接的 就是很多組員他的心就是炫耀 他想要炫耀他當組員那件事情 所以他就是會到處去PO一些 組員很好的地方 但是他不會去跟大家很認真的討論說 那我媽到底昨天多晚才睡覺 對 之類的 就是他不會去跟大家講痛苦的地方 因為你講痛苦的地方 人家就不會覺得 你這個工作有什麼了不起了 那就是炫耀兩個字 我覺得沒什麼好講 所以沒有這麼光鮮亮麗 對 然後還有另外大家講到空姐 就是要覺得高瘦美 我覺得這件事也很不好 因為就是我朋友的朋友 之類他們就會說 欸你是空姐喔 那你有沒有就是班上 你就是有沒有漂亮的女生 可以借我們看一下之類 我就說我們班上的女生 大家都是走內戰美路線 就是不是你們想像那種 比如說王美臉 可是我覺得大家都真的蠻漂亮的欸 對 漂亮的人不少 但是我覺得大部分還是就是一般人 漂亮的人沒有多到 然後大家會覺得說可能百分之九十都是 沒有沒有到九十多 對 然後可能我就拿出班上同學照片給我朋友的朋友看 他們就說長這樣也可以當空姐 為什麼不行啊 對 我就說空姐又不是選美比賽 如果她今天化妝或她今天得宜 就是別人家的感受是好的 對 好的就好了 就是為什麼一定要正 然後或者說 我這麼胖也可以當空姐 我想說你是要多瘦 如果太瘦的話緊急逃難的時候 空姐就先被折斷了好嗎 對啊 也就是如果你沒有高瘦美 大家就會覺得說你憑什麼當空姐 但我覺得就是 我們又不是選美 高是要去 model 或是要去 對 高低一點 高是因為我們要執行安全程度 對 沒錯 就是如果你選一個碰不到overheadbing的組員 那她是要檢查隔屁 對啊 她這樣按不到她就不能做安全去 對 沒錯 但是因為有一些那個聯航啊 他們都只有小飛機 小飛機有overheadbing比較低 對 所以就是為什麼聯航他們的身高限制 就不會像傳統航空這麼嚴格 那有些人可能就會想說 因為傳統航空薪水比較高啊 或什麼 所以就開始傳 其實沒有 是因為機型的關係 我們不得不選就是160以上的 因為如果你沒有到160以上 或是說你摸高沒有辦法摸到218的話 你是碰不到777的overheadbing 你也可以158公升 是你就是要摸到那個高度 所以這個牆壁圓的概念 因為我記得我目前看到 線上組員最大158 對 可是就是她可能不知道身體很柔軟 或什麼之類的吧 可是她就是碰到overheadbing 所以就是不是因為大家真的要 比如說漂亮或什麼 那是基於安全的理由 聯航也不是因為人家比較低賤或什麼 他們對於身高沒有限制 對 那是跟機型有關係 那瘦美真的就完全是刻板影響了 因為以前空服員的人數需求比較低 所以他們當然就是會可以比較篩選 折憂折憂再折憂 選出最高瘦美的人 對 沒錯 而且因為以前能搭飛機的人啊 都是真的有錢的人 不像現在就是因為飛機這麼普遍 對 我說以前真的是媽媽年輕的那個時候 所以就是當然公司會覺得說 我要選一些條件比較好的人 才會讓客人感覺到他們是很尊榮的嘛 因為可以花錢搭飛機都是一些有經濟能力的人 那你當然組員就是也要挑稍微可能漂亮一點啊 或是什麼的 對方才會覺得說 我花這個錢來搭飛機是真的有得到一些 譬如說視覺上的享受 那我在講的這個呢 其實就是因為中華航空以前給人家的印象就這樣 對 那我媽也是華航的組員 所以我是在誇獎我媽沒有錯 她就是高瘦美的那一 有沒有很不要臉 我媽就是屬於高瘦美的那一群人 可是因為像現在環境就是完全不一樣了 所以我覺得大家真的不能再用外在的顏值 或去身材去評斷一個空服員 她是否有資格成為一個空服員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我們的安全知識 還有服務熱忱 外表我覺得乾乾淨淨就可以 不要什麼都要岩石掛在外面也不寬啊 然後頭髮三天不洗也無所謂啊 或是說什麼連基本的淡妝都不上 那這當然不行 但我覺得你只要是乾淨的 讓人家感覺到舒服 能提供乘客安全 而且還有舒適的旅程 我覺得她都是 對 就是一位稱職的空服員 你還記不記得之前有一個導遊 就是在飛機上會偷拍組員 然後放在網路上去評論說 今天我覺得這個顏值幾分 然後胸直幾分 然後腿直幾分 我覺得很過分 很不行 這個舉動對女生來說 基本上就是一個非常不禮貌的舉動 我覺得如果今天你是想要跟我們 討論我們的可能工作啊 或是討論一些我們 關於安全方面的東西 我覺得我們都是很樂意跟你合照 或是什麼的 對 但是如果你是用這種偷拍的方式 然後在網路上讓大家去評論我們的外表 而且我覺得就是很過分的這個地方 那當然後來那個人 他就是也有受到他應有的懲罰了啦 我就說如果今天你是 比如說詢問我們 就說欸我覺得你的服務很好 我可以跟你合照有個面嗎 我覺得我們會很合理 那很像是一個輔助的 而不是你 因為漂亮才考上空服員 大家真的不要再 誤解我們了好不好 然後也不要 就再對我們講一些 有的沒有的評論的話 我覺得這其實會讓人家覺得很不爽 因為心裡不舒服啊 如果今天不是特別漂亮的人 然後被你講了 就是你長這樣平衡當空服員的話 我覺得那是很傷人的話 我才覺得你為什麼長這樣 可以出生在這個世界上欸 有沒有 外貌是就是父母親給的 就不應該去用別人的外貌而去補兵啦 你只要真的有乾淨就好 你不要說真的不修蝙蝠 或是很邋遢 很邋遢 對啊 那我們就是要進入到正題的部分 剛剛前面講了很多罵人的話 剪掉剪掉 你當初為什麼會想要當空服員 莉莉 有想到不好的部分嗎 那時候快畢業之前 我就想說 那我之後到底要做什麼工作 然後當初有選了兩個 然後我覺得空服員就是我的夢想 覺得或許我可以試試看 那如果不行的話 至少我努力過 然後我可以有另外一個選擇 我知道就是至少努力過 不要留下遺憾 對 可是我沒有想到說 這個工作到底有什麼壞 可能他也是只看到他的好處 所以你看就是這種人 那實際飛了之後 你覺得跟想像有什麼落差嗎 我覺得落差其實蠻大的 受訓的壓力當然不用說 我覺得最有壓力的應該是 上限的那三個月試用期 就是你發現 怎麼學習的動作動作動作都這麼快 然後我就覺得你也像是一個就是路障 然後就覺得蛤就是我怎麼會這麼笨 然後什麼都不會 就覺得反應怎麼這麼慢 還有就是學姐的一些講話的口氣或是什麼 然後你就會覺得有點受傷 就是前輩跟後輩的人 而且這個會被嚇到的感覺 就是你可能會不習慣他們這個公眾款 這樣一上去的時候就覺得 有點震驚欸 我覺得可能 因為Lily以前是完全沒有接觸過 航空產業吧 沒有 你在考上長榮之前 你有搭過長榮的飛機嗎 我不確定有沒有搭過長榮飛 可是我覺得我有搭過飛機 可能國小或國中 所以主要的落差應該是說是工作環境的落差 而不是說對於空服員本身這件事情的落差 不是欸是工作環境的落差 就是很多人在進娃娃之前真的會問我說 受訓很嚴格嗎 或是說什麼學姐制度這種東西 但像我啊 像我剛剛約束我媽以前是空服員嘛 所以她對航空產業本來就比較了解 所以你就有心理準備 對然後而且因為當時那時候 我媽其實是一直希望我去考花花 因為她覺得花花就是一個 第一個是鐵飯碗 她不會我們前面就開除別人 因為加上而且之前有一段時間 在星期大海笑的時候 有裁員裁掉一批人 那花花那時候他們就是只有說 把班檢查 對然後檢查 但是她沒有裁員 再來是因為 我媽她就是一個不喜歡壓力的人 她不喜歡壓力她不喜歡競爭 所以對她來說 她覺得花花的環境是比較peace的 當然還是會有討人厭的前輩 但是學姐學妹制不會這麼嚴重 我媽那時候都跟我講很清楚 那妳自己去選擇妳要哪一家 那我當然當時也是想要去擋 我媽的學妹啊 那就是沒考上 因為妳要不夠高壽美 哎呀 對反正就後來沒考上 所以就還是進了娃娃 那因為我媽就有給我打過我槍心針了 欸加上其實我爸就是一直從小 把我有點當男生在養 不是說幫 不是把我外表弄得像男生 是說他對我嚴格的程度 其實就像是對男生一樣 所以其實我從小就是在那種很高壓的 念書環境中長大 反而到了娃娃之後我覺得非常能夠適應 完全沒有任何我覺得不能適應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就還是要看 第一個是妳有沒有先做好心理準備 然後第二個是妳從小的環境 是怎麼樣的環境 因為我從小就是在高壓的環境中長大 所以 這也是一件好事 對 雖然說我以前非常討厭我爸 但我現在就某種程度上其實蠻感謝他的 因為現在 教育得很堅強 第一個是我在外面基本上就不太會被人家欺負 第二個就是我就像被人家 可能被學姐罵或是什麼地方 我也會覺得 妳要罵就罵誰理妳啊 因為我知道我自己做是對的 是妳自己情緒控管的問題 所以我不會去在乎 因為大家看完這集之後 會覺得娃娃很可怕 但我個人覺得不會可怕 可是我覺得 妳會覺得可怕 因為我都已經 算是 撐過來了 如果你今天真的非常喜歡這份工作 或是妳可以從這份工作裡面 得到一些妳想要的東西 妳就有動力堅持下去 那如果現在教妳重選一次 妳真的兩邊都有考上的話 妳會選哪一家 我會選另外一家 妳會選另外一家 因為像我媽就有問過我這個問題 我考上之後 花花還是有在招 然後我媽就說 妳要不要跳槽過去 那時候我就是跟我媽說 第一個是我不想要再重新手續一次 這是第一個原因 然後第二個原因是因為我知道 花花的環境就是太peace了 妳怕妳不會 就是我怕我會在那樣的環境中 不會進步 不會前進加進步 我就是跟我媽說 我還是想要留在娃娃 因為我想要就是靠這樣子 比較有競爭力 或是比較高壓的環境 去讓我保持在一個 隨時可以前進的 進步的地方 對對對 我們接下來要先講 就是大家覺得空服有好處的迷信 第一個就是有免費機票這件事情 對 可是我有曾經 一天八班的香港 然後一班都沒有遞不上 對因為 免費機票這件事情 它是一個好處沒有錯 當妳用得上的時候 對但是大部分的時間 我們是用不上的 因為第一個是我們的作息班 就跟一般人不一樣 所以妳會找不到人跟你一起出國 而且妳要就是跟一般的上班族 他們的時間休假前就離開的 對 他們是不是把機票都補滿 妳怎麼上的了 對 因為我們免費機票 不是說我們也有定位權 我們是選別人剩下的 就是最好是挑譬如說淡季出國 但是為什麼是淡季 淡季表現是大家都在上班 那時候沒有假期 那大家都在上班 那時候沒有假期 請問一下妳要跟誰出國 可是如果像譬如說我們要找彼此的話 我們因為頒表也很難喬 對 除非妳要權勤 我們才有辦法申請 這就太複雜了 反正意思就是說 免費機票這件事情 並沒有大家想像中這麼好用 因為它有一些排序順序 喔對對對還有排序 就是要看妳的職機 然後還有妳的資深資錢 對 所以我每次就是去搭職 我們還要去查 今天比我資深有幾個 可能要選一些備案 因為妳可能已經買好妳的飯店 什麼的 所以機票來說 妳需要 Plan B 對 機票反而是一個我們就沒有辦法確定的事情 無法確定 我覺得免費票 金錢上來說 它當然是省錢 非常好 但是問題是就行程安排上來說 這是一個很困擾的地方 對 它不是一個確定肯定 肯定會有的東西 像我記得我之前就有一次跟我妹 我們兩個要去日本玩 然後我不曉得那天是寒假第一天 對 因為我剛好有點休午 所以就想要出國 就想要出國 然後剛好那天是我休假的 好像已經是第二天了 等於說我是不是只剩下 四天 四天休了 所以變成說我那天再不走 我也就沒辦法 去了 可是因為在前一天 我妹在上班 她是我休假第二天她才有休 然後我到機場就想說 天哪人怎麼會多成這樣 因為我先去查loading喔 沒有很滿喔 結果 然後結果我後來到機場 人也太多了吧 因為我妹是坐花花的 我妹是跟著我媽的機票走 因為我媽超級資深 她在花花已經35年以上了 所以她非常資深 票總很前面 所以票總非常前面 所以我妹那時候 早上8點那班就走了 那妳呢 她說要加個10 沒有到那麼扯 但我大家是 我後來坐到12點40那班 我妹就在大阪的機場 就等我了四五個小時 然後那時候我看到 後面還有一個學妹 她是帶著她家的糧牢 所以需要有三個空位 對 對 因為她有帶父母 而且父母年紀是大的那種 所以她不能 不能有人先去 對 那像譬如說 因為我媽她自己也常出國 所以如果像這種狀況 我可能就會叫我媽先去 妳們在機場等我 就是我不會擔心 我覺得 我覺得面對機票這件事情 大家不要再拿出來說罪了 好不好 她沒有她想的這麼好 還是需要有點 犧牲 在我們的行業裡面 我們會叫那個叫 騎蓋票 就是撿別人不要的啊 所以當我們可以搭上飛機的時候 其實我們每次很爭氣 我們是非常對不對 大家沒有想到這個問題 我們會懷著感恩的心上去 對我們會懷著非常感恩的心 上飛機 再來大家還有覺得 就是薪水很高這件事情 就是說高 我覺得真的沒有到很高 當然大家不能去拿 譬如說新航或國泰幣 而且我不知道為什麼 是妳知道 航空公司跟媒體有串通好嗎 他們每次要招募的時候 都會說薪水上看8萬 我想請問一下妳們是怎麼算的 8萬真的是 太離譜了 根本就沒有 我記得我有一次有到6萬多 那一次是因為我那個月 飛了兩趟紐約 我那個月時數是100多 所以薪水做這件事情 完全是看妳怎麼飛 可是通常不會有人 想要把自己逼成那樣 因為妳需要 休息的時間 嗯 如果是我們最低節 剛進公司正常飛的話 一個月大概八九十個小時的話 我大概也就是五萬出頭而已 就加完底薪喔 對喔底薪加飛行 對對對 請問一下妳們覺得薪水高 到底是哪裡高 Pandora的 還有Kills的那些櫃節 稍微賣好一點 就是有在推銷的人 他們業績都可以 就是賣到六萬 嗯 薪水 而且他們坐席還正常 然後我們坐席不正常 所以就是大家說那種薪水高 一進去就有八萬 什麼之類的 那個就是譬如說像新航或國泰 就是外籍的航空公司 其實我們台籍沒有 所以說妳真的就是 譬如說去商務艙啦 或者是 妳一個月要飛到三個 完整的廠班 對妳薪水才可能到八萬 所以大家不要以為我們 爽爽飛就有很多薪水 其實並沒有 嗯 第三個大家也會覺得說 我們就休假很多 休假一個月平均的話 大概是八到十天 就是看公司不一樣 因為像花花的話 他們沒有休假上限 我們有 對 我們的休假上限就是 就譬如說今年的國定假日 紅字有一百二十二天好了 那娃娃的話給空服員的假 就是一樣是一百二十二天 對 沒有比一般各位上班族還多 我們就是跟你們修一樣 然後還有大家也很常覺得 我們可以環遊世界 或是說去外戰 可能飛個美國 然後去待個一個禮拜之類的 也沒有這回事好不好 就覺得大家真的想太多了 環遊世界還是一樣是要看 航空公司 對 因為譬如說妳像 新航啊 或國泰他們就是 對很多 那妳當然就是有可能去環遊到世界 然後像我一個朋友在打美航空 然後他們還有飛飛飛舟 那就是真正的環遊世界 但是妳知道像我們這種 我們的航空點也不多 所以沒有到真的環遊世界 然後我們去外站也不會待很多天 在美國基本上就睡一個晚上就回來 幾乎 除非像紐約 或者是像多倫多 紫加哥 它是超長城航線 就是它飛舟比較長 所以我們會睡到兩個晚上 並沒有大家想得這麼爽 然後我記得有一次我一個朋友 然後他那時候是 在客人去曼谷 然後可是他接著就是飛 對 然後結果後來他從 倫敦飛回曼谷 曼谷在飛回台灣的時候 又載到同一組團客 然後那客人就說 欸小姐妳們也這麼爽喔 跟我們一樣在曼谷待一個禮拜喔 沒有啊 對我們沒有 我們已經飛去倫敦回來了好嗎 先生就是 並沒有這回事 所以就是客人都會有 就是這種很天真的想法 其實沒有 我們在外站待的時間也是 就是公司能 讓妳盡快回來就盡快回來 因為妳每在外站一秒鐘 公司就是要付妳錢 對還有住宿 對阿住宿費 所以就是都是成本 所以公司一定會叫妳趕快回來 妳說妳之前是飛去哪 然後自己開票去墨西哥是不是 喔 秋士頓 那這時候如果你真的想要環遊世界的話 那妳可能第一個就是妳要當權勤卡 妳可以去申請上那種類比較長的 航班 然後妳再自己開票去玩沒有玩 但是我從來沒有做這件事情 因為我很怕回不來 對 因為那個時候我們當時直接 就是回程是買正常的票 喔就買正常票 妳就沒有開那個 因為就不敢開 不敢開折扣票 妳當然要環遊世界也有它的方法 但妳相對的就是要付出 像我剛剛說妳要當權勤卡 而且妳當權勤卡 還不一定頒表會畫得過 它就會變成一些很不確定的因素 那妳如果安排得好 當然妳是有機會可以 銜接的上是可以的 可是如果今天妳想要的這個航班 然後最後公司沒有給妳的時候 妳的計畫又會改變 我覺得不只要有Plan B 妳要隨時有Plan A B C D 我聽我的一次是非維也納 那時候很幸運 我們在維也納有勒到兩個晚上 就是第一天早上降落維也納 然後那就是完整的一天 然後後來在維也納還有一個完整的一天 然後我們是第三天的下午才回來 因為去哈修達特的交通也非常遠 那時候我們也不敢先訂票 出發前一天 我們確定這個班會成型了 我們才訂票 就是很麻煩 妳什麼事情都一定只能拖到最後一秒 妳才有辦法下決定 妳要真的飛到那個班 那個班才是妳的 對 因為 妳前面也可能會有待命會被拉掉 妳既然沒有待命 公司今天說要改一班就改一班 除非說這個班是妳全情Request來的 它才比較不會去把妳拉掉 然後大家也會覺得我們好像很容易認識搞付帥 現在就是搭飛機 像我剛剛說它的門檻很低 所以就是飛機上妳真的形形色色的人都有 大部分人也就是普通人而已 沒有說什麼在商務艙來個浪漫邂逅 沒有這種事情 可是我知道有學姐有 因為這樣真的是 老公的 或是老公 對啊 但是這個東西還是要看緣分 就是看妳本身有沒有這個緣分 就跟這個職業本身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如果妳就是有這個緣分就遇到這個人 因為妳今天不做空服員妳還是會遇到他 妳也可以在台庭遇到 妳也可以在高鐵遇到 對 對 不過因為妳今天是空服員 所以妳就是在 背景上才會遇到 我之前上WTO節目會的時候 阿福也有問過我這個問題 因為他說她女兒想當空服員 因為覺得空服員可以認識高富帥 妳自己想說要付好了 第一個是妳要到商務艙 妳本來就是要有一定的資歷 妳才辦法去聊商務艙 那可能妳很之前去商務艙的情況 就是妳飛短班 對 所以就譬如說像上海或香港 那通常上海跟香港就是妳做商來不及了 請問一下妳要怎麼樣去認識那些高富帥的乘客 沒有這麼容易阿 我覺得緣分比較重要 對阿緣分 有沒有人遇到比較重要 我不是說這個工作一定會讓妳遇到幾張 對沒錯 大家就會說那妳沒有高富帥妳也有幾張 這叫她探氣探更強 你說真的 因為機師畢竟他們的薪水跟一般人來比 是算蠻高的 蠻高的 那如果你今天身為空服員 妳想要去跟機長在一起 當然是會比較有這個機會去認識薪水高的人 是沒有錯 但是那也要看第一個是有沒有緣分 再來是妳自己的功力如何 就是 妳要看最高有沒有喜歡妳阿 因為像我們在這個環境妳知道 又有貨就比較多 所以還是聽到不少機師 他們其實是同時跟很多的空服員交往 但是也沒有要跟哪一個結婚的 還是要看自己的心態 如果妳只是單純想要跟這個機長當朋友 那大家都不要多想 那當然都是很OK 或者說妳要進一步的交往 那妳們也要很常有match在一起的航班 或者說妳們真的第一眼 第一眼就互相喜歡了 才會互相留下資料 不然我們真的就是飛完大家就忘記 妳下一次不會再記得 像我自己本人啦 我不會特別說因為對方是機師 我就會想要跟他交往或什麼的 還是要看他有沒有就是妳喜歡的 對啊 而且我覺得我去上班就是上班 我去上班我不想要再去搞這些男女感情 我覺得就是要對付客人然後又要應付學姐已經很累了 我不想要再把我的精力花在就是跟機師談戀愛這件事情上面 如果有緣分大家就是有緣分 那沒緣分我不需要刻意去做這些有緣分的事情 我覺得大家都是一般正常人 看妳怎麼想啦 那如果妳的目標就是要認識機師的話 那妳當然也可以就是來當空服員啦 妳就是想盡辦法去認識機師 那也是妳自己的就是功力囉 因為我們發現我們現在就是已經長了久超久 所以我們就是從這邊開始就是會先讓大家休息一下 喘口氣 兩天之後我們就會再發布這一集的下半集 這樣講就有點擾口 這樣說嗎 這個主題的下半集 對這個主題的下半集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先幫我按個讚 我分享給妳的好朋友 加入訂閱還要開啟小鈴鐺喔 對這樣兩天以後我們發布下一集的時候 妳才會馬上收到最新的通知 期待我們兩天以後再次看到這影片 掰掰 掰掰